现在从大屏幕上面可以看到 第三场即央登场的13匹马的信息 本场呢原定是有14匹马参赛 其中1号马真心英雄殷商退赛 13匹赛局中呢一共有9匹公马 3匹母马和1匹善马分别为 2号马众里之星 3号马合力少年 4号马赵叶白 5号马小战神 6号马唯我独尊 7号马众里战神 8号马月龙美丽 9号马富安腾达 10号马华语雷神 11号马燕春凌云 12号马日月神 13号马奇迹瑞雪 以及14号马富安蛟龙 亮相开始 2号马众里之星 来自新西兰的五岁六色公马 骑师阿拉德特 练马师张瑞瑞 马主众里马业 副磅60公斤 位于11号炸 3号马和力少年 来自中国 来自美国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师陆江峰 练马师温良生 马主和力马业 副磅59.5公斤 位于12号炸 4号马赵叶白 来自澳大利亚的五岁 绿色母马 骑师王瞳 练马师张瑞瑞 马主马俊平 副磅58公斤 位于10号炸 5号马小镇神 来自澳大利亚的六岁六色公马 骑师王文勋 练马师周涵 马主张健 副磅57.5公斤 位于2号炸 6号马为我独尊 来自新西兰的五岁赫六色公马 骑师敖白云 练马师牛文广 马主华语马业 副磅57公斤 位于1号炸 7号马 重礼战神 来自新西兰的五岁六色公马 骑师阿丽泰 练马师张瑞瑞 马主重礼马业 副磅57公斤 位于14号炸 8号马 月龙美丽 来自新西兰的五岁六色母马 骑师初一 练马师董春宏 马主陈宏伟 副磅57公斤 位于4号炸 9号马 富安同达 来自新西兰的五岁六色扇马 骑师阿一波洛 练马师 包双喜 马主天福安马业 副磅57公斤 位于8号炸 10号马 华语雷神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公马 骑师厄勒哈尔 练马师牛文广 马主 华语马业 副磅56.5公斤 位于9号炸 11号马 燕春凌云 来自澳大利亚的六岁六色公马 骑师马连凯 练马师 罗仙科 马主 赵春 副磅56公斤 位于6号炸 12号马 日月神 来自新西兰的五岁六色公马 骑师 建国 练马师 刘二端 马主 王向明 副磅54公斤 位于7号炸 13号马 骑骑瑞雪 来自新西兰的六岁青色母马 骑师 赵仙刚 六马师 刘代强 马主 牛福东 叶文磊 副磅54.5公斤 位于13号炸 14号马 富安蛟龙 来自新西兰的六岁六色公马 骑师 萨姆哈尔 练马师 包双喜 马主 天赋安马 也 富磅52公斤 位于3号炸 好 比赛开始 看到没有马匹曼炸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排在奔场比赛第一位的就是粉色彩帽的10号马 华语 雷神 一直在往内蓝的优势去扩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红色彩帽的4号马 赵叶白 那么也是取一个领先的优势 现在看到的是4号马 赵叶白 已经排在奔场比赛第一位 那么在后面的话就是11号马 燕春凌云 一直是士气也是非常的高涨 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4号马赵叶白 排在奔场比赛领跑的位置 那么现在排在奔场比赛第三位呢 依旧是我们的10号马 粉色彩帽的华语雷神 在后面的话就是黄色彩帽的13号马 奇迹瑞雪 现在看到的是11号马 燕春凌云已经是在内蓝领先了两个马位 最后的已经过到了马匹的第二个弯道 现在看到的是11号马 燕春凌云呢还是排领先的位置 后面的马匹呢也是在一直赶上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是已经以11号马 燕春凌云呢已经是领先了自己的一个梯队 后面的是作为了第二梯队 在后面奋力的追赶 现在我们看到11号马也是一往直前 那现在看到的是看到的有一匹马 就是我们的二号马 众里之星 后继十足也是作为我们本场的热门 追了上来 二号马众里之星 在最后的200米成功地实现了反超 一路之前 一往之前 率先冲过了本场比赛的终点 让我们恭喜二号马众里之星 好 好 现在为大家公布一下 玉龙国际赛马公开赛 第三场未冠赛 50分以下1200米的比赛成绩 第一名 众里之星 骑师 阿拉德特 练马师 张瑞瑞 马主 众里马业 他的最终成绩是1分22秒07 第二名 燕春凌云 骑师 马连凯 练马师 罗仙科 马主 赵春 他的最终成绩是1分23秒58 第三名 日月神 骑师 建国 练马师 刘二端 马主 是王向明 他的最终成绩是1分23秒64 让我们恭喜获得前三名的赛马 骑师 练马师 还有马主